欢迎回到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们刚才聊到朱立伦在大陆两会期间 访问香港跟梁振英平起平坐的 而大陆其实从中到尾在掌握了 因为在朱立伦提出有关于回应九二共识谈话之后 大陆官方也公开对朱立伦做了邀约 我们听听看 注意到了朱立伦主席在香港的谈话 我们欢迎朱立伦主席在方便的时候来大陆参访 国共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努力增进互信 保持良性互动 那么国共两党交往 形成的积极有益的做法应该继续保持 我们愿意国民党方面共同努力 大陆国大办说 当朱立伦方便的时间 欢迎到北京去访问 看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在提什么马席会了 但朱席会有没有可能成行呢 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赖老师你看 我觉得可能性有了 有 因为大陆那边已经提出邀请了 一个是在国共论坛的时间 国共论坛本来在去年应该召开 那么到延到现在都还没召开 那按照时程的话应该在今年会召开 那如果今年有召开这个国共论坛的话 那它事实上是一个时机 也就是朱立伦如果愿意的话 他可以去参加出席 如果朱立伦去出席这个国共论坛的话 很有可能习近平也会选择 在那个场合里面跟他会面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一旦朱立伦去的时候 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表示 朱立伦没有打算要选2016年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以朱立伦目前的盘算来说 就当然不管政治诚信的问题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你要不是选择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 一般就是选择损害的极小化 一般都是选择政治人物 在做这两个决定 那我们就问说 如果说以他现在这样子 一直不表态不表态的情况下 事实上以我们了解的现在地方 我们所谓的第三势力的确存在 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例如说39岁以下 到20岁有投票的这些年轻人 如果再往外扩大一点 函大学生 没有投票权的大学生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对这种国民党以前的 这种牛牛牛牛 被调到被抬轿子 然后被拱出大位说 我现在不得已我出来选 坦白说没有人有耐心 而且越看越讨厌 而且越看越恶心 这样的情形下他等于是再往后拖 等于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根本不用选了 因为这些年轻人已经很讨厌这套游戏了 那国民党现在还在玩这套游戏 可是坦白说第三势力 或是网军们 很讨厌这套游戏 那这样的情形 朱立伦是不应该出来选 如果我是朱立伦 我就快刀斩乱马 就宣布我就不出来选 我的唯一的目标两个 一个就是让国民党能够赢得这个选举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让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 维持绝对的多数 这个才是真正的战略目标 如果不去的话 至少在国共论坛 如果他出现 跟习近平也真的见到面的话 那聂教授 他已经先寻到一个历史的定位 然后再来再到时候观察 不一定2016 2020 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吗 你看 对 我觉得朱立伦 其实我刚刚就讲过 稍微了解他一点 就是毕竟他也是学者 是学者出身再去从政 他除了很多的表现 他还是比较缓 比较慢 我觉得他也比较憨博 我们讲说比较谦卑一点 所以他很多东西不敢激进 不过刚刚在这个 赖又讲到一个 我觉得他蛮有道理 因为年间想的 和过去想的不太一样 过去所有的 我们说老字号的党员 他们要的就是说 有一个人带领我们一只母鸡 那不管你心有多少 慢慢就会被拱出来 那即便你不是自己想要 那你就最后还要是出来的 不过现在不一样 年间要看的 你必须要有这个心 告诉我们你想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说 以前2016年线不表 他慢慢拖下去 年间会越来越看不过去 不过现在刚刚讲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重点没有错 就是当你去跟习近平 见面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告诉人家 你做了这个 跟有关的两党的 一些谈判的时候 其实对总统的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刚刚讲的 损害其实反而产生大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这时候在台湾 本土里面下面 是有一些声音让他反而会觉得 你只要出来 你已经代表了一种意义了 一种形式了 反而我就用伤 对 你已经谈了 那你出来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就已经代表了 某一样的一个形式 这时候尤其现在年轻族群 下面族群可能对他的这种 不愿意让他的 谁要做的事情做下去 而且这个事情是不是他要做 或者这些事情 会不会怎么样宣染做大 在这个网络里面 一定会无丑不拥 其实招式的非常大 那他反而会受伤很重 因为他们也在宽 因为这是科批之后 给他们的期待也很大 2020年我觉得这是 很长的一段时间 说实在是 这个五六年是很久的时间 但我讲2020这个事情 在整个台湾的氛围怎么变化 我们都很难说 尤其我觉得现在 真的是年轻人在主导 很多我们台湾的未来方向了 因此我觉得这个当过老师 这个学者在台湾教过书的 他应该也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他在做 很多的想法的时候 是社会的风向球之外 甚至年轻学者未来 甚至乡民他们的一些想要 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摸索之中 不过说这当过老师 马英九也当过老师 对不对 不太一样 这不像这个 朱立伦他以前是 专业真正在教书 那马英九他比较 没有真正跟学生接触这么多 这还是有差 我们就来看一下大陆的眼中 朱立伦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定位跟角色好了 因为在最近中国军网 也算是大陆的官方网站 他们的社台学者 对于朱立伦也撰了一篇文章 怎么写的 这是社台专家李嘉全的撰文 说国共合作攸关两岸未来 如果没有国共合作 国民党很可能被民进党给吃掉 或者是被同化掉 那两岸的转机 跟两岸的新希望呢 那么他表示说 判朱立伦能够让国民党 东山再起实现 朱席会最终两岸统一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结论 就是接下来 这个朱立伦被大陆方面 视为是两岸统一的新希望 那甚至有学者会议说 抗日胜利70周年 应该要邀请朱立伦到北京 一起去阅兵 我想请问他 你老大 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吗 国民党的主席跟对岸 一起去教育解放军 这画面可能出现吗 大陆解读大陆的东西 就是军方的东西 你就望是最偏偏去看 还是有国台办的 广埔的另外一边 他一定要有这些 国台办来讲 我刚刚讲的朱立伦去 就是要有效应 那效应当然就是最重要 就看中共的回应 对不对 那中共不能不回应 中共不回应就等于 没效应白走一趟 那中共的回应又不痛不痒 第一个坚持九二共识反对的态度 还是他那个习近平那一套 一个绿灯一个红灯 红线就态度绝对不能碰 那要走就是绿灯 就是九二共识两岸可以 可以开始往前走向康庄大道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那个 那这一就是说 当然他要欢迎说你过来 那可是现在朱立伦就有几个困难 一个叫赖教授讲的 你要不要选2016 你要选2016你这个时候去 那你这个时候有些再去参加一个阅兵 再参加一个这个70 这个抗日70周年 那这个通常就对选情不是有利的 第二个但是你不选 你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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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回事 第二个现在国民党有个困难 因为朱立伦上来没有荣誉党主席了 以前马英九当总统荣誉党主席 连战荣誉党主席 这个吴伯雄荣誉党主席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 你现在你没有荣誉党主席了 那你这个时候要怎么 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把这个 这个一定要大家这个谈论你 所以这个谈论你怎么动 在行动以前你都不能骂我嘛 对不对 你只能揣测只能分析嘛 对不对 但是到时候但是有一个人 可能到时候很恰当可以代表那句 副主席侯荣誉兵呢 这这个棋 对不对 他副主席可以代表他 然后他也不选啊 他也不那个啊 所以但是我觉得说 政治啊 政治的奥妙在结局 最后是谁去 去不去在后面 法律的精彩是在过程 这是人家讲 政治的奥妙是在结局 可是政治人员必须要在过程当中 一直维持着他的热度 对 那我们这样谈话节目 才一直在聊他 大家还关注到他嘛 对不对 不过两会期间 刚才李老大也特别讲到了 他们也重申 对岸对于台湾的一个立场 包括了像大陆务领导人 习近平跟李克强 都再次重申九二共识 以及反台独立场 而且简单说 他们这次有媒体解读 自马上任以来 他们七年讲话比较重了一次 然后基本上简单来讲 就是没有九二共识 你就没得谈 那对于这一番谈话 另外一个可能要讲述大卫的蔡英文 他如何做了一个回应呢 我们来看看他前段时间说的话 两岸关系其实它不是国共关系 那台湾已经是进入一个民主的常态 也就是政党会轮替 希望能够着重在实质的层次上面 名词或者甚至是标签化的处理 其实它不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 这个有效的处理 其实九二共识一直是民进党的一个痛处 因为到目前为止 蔡英文也没有把九二共识 做进步的论述 所以老大你刚刚听了蔡英文的回应之后 你觉得有回应吗 当然他希望 他希望中国大陆方面能够听出 他内心的苦 他不能承认九二共识 但是他现在就我已经没有排斥九二共识 我说的跟九二共识又有什么差别了 对不对 但是中国大陆就是很清楚 就是说我不要让你有模糊空间 对 而且是你还没学上我先跟你讲 因为第一个就是讲一老实话 就是说你的大树过去 就是你过去让的空间都被陈水扁玩完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就是跟你这个东西是很明确的 所以他这个 所以他这些在谈又几个有利 又几个什么 大陆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大陆不会让步的 所以蔡英文是想看看这个 到时候到美国口试的时候 美国认为这一题答案可不可以通过 所以蔡英文讲了这番回应的 也是希望你刚刚说的一次 就让大陆知道它是有苦难言的意思 对 它是有苦难言 那他说我问一下 因为其实在去年十月份 还没有到年底选前 蔡英文讲过这边的话 他说如果在去年底的选举 民进党赢的话 大陆可能对于民进党的态度 也可能要跟着所有改变的立场 不过这是两会期间习近平跟李克强的讲话 显然有人说是马上对蔡英文打脸 你怎么看 当然我觉得怎么可能 因为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是在当我们台湾经济起飞的 三四多年的时候 台湾是一个美少女 大陆那时候是捡破烂的一个男孩子 所以那时候可能在那个能量上 他们可能对台湾所讲的话 台湾都不会很在意 不过现在他可能呈现成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男孩子他去健身了 就练得这个脏肌肉也很强壮 那么开始自己也穿着西装鼻涕 也开始有钱了 而且现在你知道从宏观调控到 新闻2000年阿扁上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是宏观调控的中间 中断的时候 后来在温胡的时候 是把经济带起来的时候 他还忙于他们的经济起飞 现在是经济起飞到成熟起飞 接近变成 他的出生婴儿起飞 变美少女起了 我现在有钱了 我可以变台政治了 对 他开始不断是有钱 他开始骂手很强说 如果你这个女孩子你再不跟我 而且你慢慢老去 你现在变成这个样 你还不跟我告诉你 没有人要你 而且我想你不但如此 我还会限制你旁边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包括你旁边都可能我都帮你买完 这时候我觉得在这时候 假设你还坚持一个说 我就是要跟你背个很远的话 那他有他的难处 因此他会给他一些 类似这样的一些条件交易 也就是说九二共识 是我们最重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要走的路 而且那是一个起始点而已 他们要走的还是 以免学将来要走的路 我觉得那个 就是刚刚讲的绿灯的概念 那我想这个民进党将来 不管是谁执政 他一定要面临 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包括教授 跟老大都提到 之前陈锐扁把一些 筹码玩完了 那我问一下赖老师 因为之前更早的 理论会的两国论 陈锐扁的一边一国论 他们的操作 只要在台湾选举的时候 操作这个反中的情绪 他都可以相对的是获利的 是的 时空环境不一样 聂教授刚刚提到了 以前对岸忙于自己的经济 是的 没有太多时间理你 现在呢 时空环境不一样 如果蔡英文 他同样方式来做操作的话 有什么危机 我觉得这个 聂教授 他的比喻 非常的贴切 非常的很好 因为的确 情况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觉得蔡英文 前一段话讲的是对的 她说两岸关系 不是国共的关系 这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你看他也没有讲说两个国家和关系 他讲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他连讲两个政府的关系 他都不说了 你可以看到他退到多大的地步了 两个政治实体的关系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的确 两岸的关系是两个政治实体的关系 而不要忘了 九二共识就是在李登辉执政时代的时候 所发展起来的 现在李登辉一直说没有九二共识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九二共识比较好还是没有九二共识比较好 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个地方在于 国际上以美国为主的话 美国他支持九二共识 美国反而担心的是一国两制 美国非常在乎 如果中国大陆都不再讲九二共识 只讲一国两制的话 美国担心都不行 因为他知道 他的反分立国家法 一国两制那就没有空间了 九二共识有空间 因为九二共识基本上 我们都清楚就是还是尊重其义 就是说一个中国 另外一个是一中各表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中间是有差异性的 所以美国跟欧洲国家 据我们的了解 国际间其实都比较支持九二共识 好 国际环境支持九二共识 大陆那边支持九二共识 台湾这边 如果民进党一定要回避九二共识 或是不要九二共识的话 我们就问有没有可能谈下去 基本上来讲习近平这次选择在两会 来表示九二共识 这表示什么 两会是国会开会嘛 而且他选择在国会开会里面的 政治协商会议 就是化党派的会议中 来宣誓九二共识 接着第二天 李克强在人民大会的时候 施政报告的时候 把这个列为他们的重要的政府的施政的纲领 这表示什么已经没有任何空间 没有任何 所以在这个时机点这样的场合讲的话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讲给他们潜在 可能也把蔡英文当作是201后可能的人 所以先讲 不是这个已经是 整个中国大陆的上上下下 没有人敢违背 这样的一个具有法制性 有正当性 我们一直强调是在 等于是你在国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宣誓的时候 其实没有任何弹性 没有任何转环的空间 没有 没有空间的 那意思也就是说 接受九二共识 我们就一直走下去 不接受九二共识 那我们就停下来了 而且不只是停下来 因为后面有一段话 叫做地动三摇 那两岸的关系开始产生变化 那你没有回避的空间 你也没有末世的空间 你也没有说 我想办法 里面能不能再找一些文字上 我们来玩 你看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 所有的省市跟台湾的来往 上海这次最明白 上海这次最明白就是 没有玩文字游戏了 九二共识明明白白 那么承认 接受了就谈 不接受了就不用谈了 没有空间了 所以老大 你来看底牌量清楚了 对于民进来来讲 在去年反而是一个包袱 反正就是 反正习近平他这个议议有三个议议 第一个是宣告的议议 红灯就是这个绿灯 绿灯就是九二共识 红灯就是不准台独 第二个他是忠告 两岸要维持好的话只能这样 第三个是跟台独警告 你要认为就天动地摇 地动天摇 但是习近平讲这些话 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不要忘了就是两年前 他刚接军委会主席 他2002年底接的 然后军委会主席的时候他讲了 命令总参部拟定计划 2015年那个部队要能打台湾的实力 很少人注意到这件事情 他那个时候就下面 就绝对要这样的情形 那么中国大会他就跟台湾 他们有一句话就是什么 国民党不可靠 能力不可靠 民进党不可信 花样太多 所以他也是针对这个 所以那习近平他本身一个北方 尤其他就是他父亲那种个性 就是很明确 就是这几点 所以他这样讲的话 就是说你今天民进党 你要再去玩那个花样 你是很难玩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考虑到一个情形 因为毕竟如果先你执着玩 还是很大 你像刚刚列教师讲 人家以前要娶你这个女孩 那现在讲到等你老了不娶你 现在不是等你老了不娶你 等你老了你来我这边应征 当老妈子我可怕都不要 因为你没饭吃了嘛 没饭吃你是不是来 不是我去我现在来你 我现在让你到这个大堂上 这群体是跟你平起平坐 因为还有必要忘记 他有几个共同 台湾还是很 他两个共同 他都讲共同 他共同是跟你平起平坐 但是你必须考虑在这个经济 整个他的经济气势 包括在这个亚头银行整个情况 你可以看出他将来这经济 这样垄断的势力是很大的 所以你这个还要在 他不要给你地动山摇了 他不理你 你到时候发现没饭 只要应征做女翁 你那都不要了 三位来宾我只能说 他们的比喻实在太巧妙了 不过我想因为包括了 欢迎朱立伦去北京 没有九二共识的话就不用谈 是对这个蔡英文讲 那从最近时间看了 中国大陆一些说法 聂老师你怎么看 他们到底是新闻当中 2016他们盘算面对的是谁 到底是朱立伦 王志明还是蔡英文 你说中国是这边吗 对 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角度 就你讲的这几个 他们都在盘算 我觉得都在盘算 当然 因为每一天都会有一些 氛围的变化 当然台湾的媒体 也是会让这些真正人物 到底谁会变成什么样子 哪一天又把谁做大都不知道 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三个 不过我觉得 还是朱立伦和蔡英文 比较是会他们中轴所压的 因为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刚讲到习近平 我真的是很关切 这个人他的整个动向 从他以前在福建大概做了 从这个数据生长 一直做到18年之久 他有这么多台商的朋友 你觉得他对台湾熟不熟 只是他现在又正好 有一个就像我们台湾 台湾的央行总裁很好做的 这是我这样认为 你说几十几个都有可能 是因为我们有很强大的外汇存体 在这样一个小岛的GDP的 这样的一个比值之下 我们是很好运作 我们的外汇存体 去维护我们的利率汇率的稳定 中国他现在经济 已经到了三点多兆的 这个美元的外汇存体 以他们这样的经济实力 虽然他还有三种问题 虽然他的成长差距还是够大 可是在全世界 他还有很大的利率 还可以继续创造 他经济都动人的时候 中国这个筹码是玩到 美国都在怕 还有亚投行讲报电 换一个国家做 没有人敢这样子来支持的 现在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哪个国家不是来这边贴 而且是美国想象中间 挡都挡不住 说到了今天这个层面 其实人家说 人民币本来今年应该是要走强劲的 但是我们看到 因为现在各国都要印钞票 而且美元要准备升息了 这些连带的包括整个亚洲的货币 开始出现禁扁的状况 那我们整个区域上面 今天会有哪些波动 我们也打回来马上继续聊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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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